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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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因为幸福我觉得跟自由有关系 一个人越自由的时候他其实会觉得 他就是很开阔 他很幸福 因为他不被拘束嘛 不用在意那么多 就是我们有很大的自由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觉得我们自由自在 那难道不幸福 可是从小谈恋爱 一开始你没有这样子的觉悟力 真的很痛吧 就是小时候谈恋爱 任何亲密关系都是 开始慢慢了解说 爱一个人真的是要让那个人 成为他自己 他是玫瑰花 你就是用玫瑰花的方式爱他 他是向日葵 你是用向日葵的方式 他喜欢向的阳光 然后他向的阳光 向日葵向的阳光 你一直把他头转过来 就是向日葵会开心吗 超不开心 超烦 他觉得你超烦 然后你说我是为你好 我是为你好 向日葵一点都不觉得 他觉得你在限制我自由 然后玫瑰你就是说你干嘛长刺 然后把刺拔掉 我跟你讲你在有刺不好 有刺伤人 刺有爱观瞻 帮你的刺剪掉 玫瑰觉得说我天生就是这样子 你为什么要控制我 你为什么要限制我 每个人都是花 那有些人是春天开花 有些人是秋天开花 每个人花期 开花时间都不一样 那有些人可能根本不会开花 因为它是一棵大石 你就不要去期待别人符合你的期待 也不要希望别人来配合自己符合你的期待 除非你什么老板员工关系 那个就没办法 因为拿人家钱做事 你要提醒我说 爱一个人一定要让那个人做他自己 不能用我为你好的名义 我觉得你怎样比较好的这个理由 然后希望他符合我的期待 其实没有任何人应该要符合我的期待 即便是我爱的人 他都不需要因为我希望怎么样来配合我 那个人不会开心 情感勒索 就是情感勒索 很多人都这样嘛 我也是啊 以前都情感勒索我老婆 我小时候就是也是会这样对待别人嘛 然后那时候我就还觉得说 为什么他不爱我 为什么他不怎么样对我 你爱我的话你就要怎么样对我 你要是爱我的话你就要怎么样 给我安全感 但问题是 为什么爱你就一定要用你想要的方式对待你啊 难道我爱你 但是我就因此失去了选择权吗 那这样子你等于再叫我 放弃我的自由去配合你 所以其实最后你还是在想自己 所以我现在画的一个就是这个 情感的峡谷 你有看到吗 这个峡谷很深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掉到峡谷里面 因为你要救他出来 我要把他救出来 给他一条路 他会 我等下就给他一道光 我等下就给他光 因为要看得到希望 不要在自己 我觉得要希望 有没有答案就在自己身上 太光走就对了 我妹上次跟我说 她看到我们小时候玩在一起的影片 然后她就发现我们家三个小孩的个性都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个性其实就看得出来 你是怎样 很外放 然后我就一直在表演 我一直在穿戴我妈的丝巾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走台步 就是在玩 就每个人的小朋友个性其实都不一样 那就是因材失教 然后发挥他的所长 因为为什么走了半天 最后还是走到演艺圈 就是其实小时候就看得出来 我可以放弃过你以前刚出道的时候 你有曾经害怕上舞台 我觉得我五时五刻都在害怕 真的假的 你看起来是个超不怕的人 我五时五刻都害怕 只是我很善隐藏我的情绪 那以前就是上舞台 你就还会带表演什么的 我觉得我害怕别人觉得我不好 我在意别人的眼光 别人怎么看待我 别人评论我 别人喜不喜欢我的表演 我在意的都是人家怎么看我 所以其实人家怎么看我的这个东西 还是回归到我在意我自己的感受 我后来是转换心态 就是我是在分享 我是在疗愈大家 我在传达一个快乐的概念 当我的注意力转为我是分享的时候 我有一些快乐想要分享给大家 那我的焦点跟在意的就是大家 我分享了喜不喜欢接不接受 那是人家每个人的感受 每人感受不一样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本来是世界上 就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我 这是妄想 因为不可能 就是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 都不会喜欢我们全部的自己 怎么可以要求我们以外的人 都只能喜欢我们 我们也会否定自己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否定自己 可是别人不行否定我们 对待别人 看待自己的眼光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放轻松了 不要去希望这个世界人都怎么样配合自己 之前有一个人跟我说 当我们越透明坦然 光明正大的时候 我们就更不用害怕 练习对所有人都尽量的透明坦然 有些人会觉得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说谎 那我觉得你还入表说 你就四两拨千斤的化掉 其实我觉得到三十岁 你真正才有比较成熟爱情观 你有没有觉得 像我教过几个男朋友 就不讲几个 但是 大家也不想知道几个 我觉得男生是需要 就是教 我觉得是要看人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被驯化 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用说baby 你做什么事的时候 我觉得感觉怎么样 要是另外一半都有说 我觉得你就怎么样 我就觉得 Hello 你有必要这样子命令我吗 那有些男生就是喜欢这样子啊 我曾经遇过到一个男朋友 很小的时候 他说我跟你讲 我就是来教育你的 蛤 我听过 我想说 什么 我当下是说不出话 我跟你讲 家暴就这样开始 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是男女平等了 就是不要有什么教不教育 你可以建议我 但我要不要做是我的自由 不要觉得你要控制我 因为你没有爱我啊 你要尊重我的个人意识 相反男生都不会去学习的话 那不就只有男方面吗 可是我觉得我们只能管好自己 就是假如他不愿意跟我一样互相 那我们势必会越走越远 我不能因为不想越走越远 而变成一个我不喜欢的人 你懂吗 就是我还是得坚持我的想法是 我想要做一个尊重别人的人 所以我愿意尊重你 今天你做什么工作 你想要做任何的人生的改变 我都是支持你的那一个人 因为你拥有自由意识 因为我爱你 我必须这样子告诉我自己 假如今天你想选择别人 就是想离开的话 那我觉得那也是你的自由意识 那我觉得OK 那就再来谈是怎么样 我现在在等我的画杆 因为我等一下想要盖浅色系的 我想象中的画面是整张画是白色的 只透得出一点点的峡谷 一点点的蓝色 所以我底色要非常的有层次跟丰富 我等一下白色盖上去的时候 整个画面才会是 比较有深度的 所以我必须要等它完全干 才能够上浅色 不然全部都会糊在一起 整个半小时一小时吧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你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分享